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Shana 美国两党好不容易取得了基建的共识 但现在又传出了声变 对台湾的钢铁股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将镜头转交给季老师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来到礼拜一 过了一个周末 其实在国际间有一些事情发生 其实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关于美国基建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 来跟大家讲说 这个周末到底基建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于台湾的钢铁股会有什么影响 首先我们在上个礼拜看到的 就是我在礼拜五的时候 有跟大家分享 关于美国基建两党终于取得了共识 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这么的简单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拜登阿伯 他在取得共识完以后 好像大家觉得非常的快乐 但是拜登说什么 他说我们这个法案 虽然已经取得了共识 但是如果你不把另一个东西 也把它绑起来 送到我的桌上 让我签名的话 我就不签 这件事情 其实他就激怒了共和党的人 到底这样子的故事是长什么样子 我们来详细帮大家做一下解说 首先我们一直在讲的基建 美国基建 它其实是一整个大的计划 整个大的计划叫做 美国重建美好计划 美国重建美好计划其实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美国就业计划 再加上美国家庭计划 所谓的美国就业计划 就是我们俗称的基建 基础建设的2.3兆指的是这个 但是大家比较少提的是1.8兆的 美国家庭计划 是用在于家庭 然后教育 这部分的计划 所以拜登说什么 他说虽然我们在上面 那个红色的就业计划 已经取得了共识 但是你下面那个计划 你也要跟着绑着一起 送到我的桌上 让我签名 这样我才要签 所以他说什么 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一段时间 2.3兆是我们最一开始听到的金额 在6月初的时候 我有做一个基建的专题 帮大家做说明 那个时候 其实拜登政府就已经主动让步 把金额下调到1.7兆 为什么呢 因为2.3兆太多了 共和党的人就不爽 那不爽的时候 你没办法谈 你要谈判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两边各退步 都要让步 所以拜登政府 他就主动的让步 把金额稍微下调 但这个时候 共和党的人 还是觉得说 你这样的金额太高 然后再来是对于基建的定义 没有共识 所以这部分 又继续瞧一继续瞧 瞧到什么 瞧到我们上个礼拜 看到的剩下1.2兆 是原本2.3兆对半砍 这个叫做两党取得共识 那我们说什么 拜登阿伯 他说要我签名 我全部都要 你不止基建要过 我们已经取得了共识 这部分没话讲 那你那个家庭计划 你也要跟着送上来 所以这叫什么 贪心 那贪心 他其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合理 只是我们要看后面 到底共和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东西 葛瑞姆这个人 他说什么 他说你这样的方式 叫做敲诈勒索 你如果今天在这里敲诈勒索 那什么都没戏 我们不需要谈 那拜登怎样 拜登呢 你觉得他会强硬回击吗 你觉得他像川普吗 他不是 他就怂了 他说什么 我没有要威胁 那不是我的本意 为什么拜登会这样子做呢 其实我们在看政治的时候 我们把它回到我们个人身上 你去想一个故事 今天如果男朋友跟女朋友在吵架的时候 我们两个终于已经达成了协议了 就是关于可能做家事好了 我就是说那你拖替我洗碗 那现在呢 我觉得说 我要再多要一点东西 我说你不能只有洗碗而已 我觉得你可能还要再多洗衣服 这个时候女生会有两种反应 第一个就是说想一想 好吧 我觉得你讲的也蛮合理 他就接受 那怎样我就赚到 但是呢 如果今天女生不爽说 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谈好了吗 你怎么忽然又叫我多做一项工作 他就不爽 这个时候感觉大战一触即发 这个时候男生怎么样 你就会怂了 所以其实男生在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他只是想要试探你一下 如果今天有拗到的话算赚到 没拗到的话你也不亏 你就道个歉就好了 所以拜登现在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为了不要让之前谈好的共识毁掉 所以说他就是试探 有点像是得寸进尺 那发现行不通 像格瑞姆为什么 他其实是一个共和党的党员 他跟拜登是不同派的 但是他在协调的过程里面 他愿意支持拜登 结果现在拜登他现在叫做得寸进尺 他就不高兴了 这个时候他现在连支持拜登的民主党人 连支持拜登的共和党人 都已经表达了抗议的意见 拜登当然是不能继续搞下去 为什么拜登要去寻求 共和党的人去支持 其实我们看到 美国的国会分成众议院跟参议院 众议院的部分 其实民主党是具有绝对的多事 这部分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参议院的部分 民主党他是只有48席 再加上两席的五党级 比较偏民主党 所以其实大概是一半一半 再加上副总统 贺锦丽他其实在关键的时候 他可以再多出他自己的一票 所以其实民主党大概是51票左右 共和党在这个地方 其实他还是有一点优势在的 尤其是美国这个地方 他并不是民主党 就一定会支持拜登 也不是共和党 就一定会反对拜登 所以这部分 你都必须要透过协调 你才能够取得共识 所以我们刚才讲 就是民主党他其实没有过半 没有过半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去寻求共识 所以接下来基建 到底能不能顺利推行 包含是美国的家庭计划 还有我们说的就业计划 能不能一起送出去 我们都还是要 关键要看参议院的部分 回到台湾的钢铁类鼓 其实钢铁类鼓在这个地方 他就是做一个区间盘整 我们现在看到均线纠结 再加上所有的均线 其实都慢慢的在翻扬 成交量其实他是稳的 只是现在碰到了箱形的顶部 到底能不能顺利的 站上这个箱形就是突破 它是一个后续 我们要去观察钢铁股价 能不能继续走强的关键 再来我们在月初的时候 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 因为美国的基建 是跟受惠族群有钢铁 但是不是每一档钢铁股都受惠 我们要去挑 跟美国的业务有关的 我们那时候有介绍过大成钢 我们说大成钢的转投资 大国钢 他收购了美国的最大的工业 扣件套件的供应商 所以他在美国的渗透率 有90%以上 这个地方他其实 开出一个涨停板 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我们看到盘面上面的钢铁这么强势 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看到了 美国的基建法案 他们已经取得了共识 到底后面能不能继续走强 我们还是要去观察 这些国际的总体经济 还有政治能不能符合我们的预期走势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产业分析 或者是财经知识的话 都欢迎加入我们群组 让我们在群组里面 今天点名明天掌听 小孩子才做选择 看来拜登全都要 谢谢季老师今天的分析 想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记得加入老师的Light App跟Telegram 财经骑士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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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